大概是八年前 有一次我的同事 他救了一隻車禍的癱瘓狗 当时的狗轮椅很贵 那我就想说我就帮他做一台 那目前完成的狗轮椅的数量 大概400台 我叫潘姐 我的工作是工程师 那我平常有在帮 贪瘓的猫咪跟狗狗制作轮椅 目前在台湾 流浪狗问题一样是非常严重 贪瘓狗的造成的原因 其实有六成以上是车祸 那这么多贪瘓狗 它进了手工所之后 其实它们是没有机会被人家认养的 我设计这款轮椅 就是希望他有机会再重新去看这个世界 我设计这款轮椅 需要的材料大约在1000元左右 材料全部都准备齐全的时候 制作一台轮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我最早期做的轮椅是用木头 在大概四年前 我就统一全部都用水管 用这些五金行购买得到的材料 那也是让其他想要自己制作的人 它们可以很有效率地去复制 连简单的维修 狗轮椅对狗而言 对它的心理的帮助 或许会大过生理方面的帮助 因为它有了轮椅之后 它就不需要整天躺在它的床上 帮猫狗做轮椅这件事 是有成就感没错 但是接触的越多 会想要更精进自己的本质学能 因为我希望可以再制作出 更精良的猫狗的轮椅辅具 那可以帮助到更多猫狗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